这个是SUB,就是副程式 如果我今天需要,当然第二种方法就是 插入函数,这边要出现使用的定义 成绩函数,成绩函数多重 当然这个逻辑前面有讲过,只是差别在哪里 一,跟他要资料,什么资料? 你要判断的那个人的成绩 跟他要个资料,然后他return结果给你 再帮你把这个函数,放在函数的东西 丢到那个除尘格里面,所以基本上 妈妈可不要熟悉什么,这有点像什么互动的 他跟你要一个资料,然后帮你计算出结果 并且帮你把它丢到这边来 所以这边会有个引述,然后做完逻辑判断之后 再丢给这个函数本身,再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所以得到的结果当然就合格不合格,向下填满 这是第一个,这个我想应该制定函数怎么做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多重,意思就是说一样给一个成绩 但是回来不是合格不合格,而是ABCD 但是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自定函数 它可能没办法解决这种 我刚刚忘了改,就是颜色的部分 格式部分的话,在自定函数可能有它的不足的地方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加的话可能会自定函数里面 没办法像Sales,Sales里面有属性可以去变更 但是自定函数这地方就会有问题,没有办法 可以改变里面的资料,但格式可能就必须还是要借由 复乘式方,就是SAC去完成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刚刚两个,第一个呢,一样 这个我想首先呢,我们就是把这两个做出来 那做法上一,我们把它分别 其实这个地方我先来做第一个 第一个的话一样,先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名称,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这个程序,程序的第一个选Function 名称的话呢,就是什么的成绩函数,按确定 那再来在这边,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所以记得跟他要资料 他要了资料之后呢,会帮你,会丢给你 所以丢给你之后,你要做逻辑判断 所以逻辑判断的话,那我的习惯是这样,一副 一样嘛,你就把那个结构先打出来 逻辑判断的话,一副,一副什么呢 诶,平均成绩 如果那个,他给你的这个平均成绩 假如这个平均成绩,大于等于六十的话 Zen, else 诶,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这些好像刚刚有打过了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 直接拿上面来复制贴也可以 那再来就是把结果返还给谁 成绩函数 所以你可以,这边按个TAB键 把它Ctrl键按住 等于这边的话呢,就是打一个合格 反之的话呢,这边按个TAB键 把这个复制过来,这边打一个不就可以 好,完成,写完了 应该知道我在写什么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多重 诶,一样嘛 把这个写好这样,Ctrl键按住 拖拉过来,这边改个多重 那记得上面改,下面记得也先改 不能有时候,之前有同学是上面改了 下面还是照上面 结果一反完,奇怪怎么没有东西 因为下面忘了改 然后,这边的话当然就是改成80 其实跟刚刚好像蛮像的 改个A嘛 这边的话怎么样 Ctrl-C Enter Back一下 这边改成什么 L10嘛 所以 然后这边改成70 这边改成B 这边Ctrl-C Back一下 贴上 这边改成60 这边改成C D 然后这边改成D 好,写完了 OK 所以应该没问题 因为今天已经第三周了 所以这些我想 至少要学会 就是VBA的两种方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你会问说 到底平常用哪一个比较常用 我发现 每个人习惯都不一样 你工作上需要也不一样 所以 你就找一个 但你如果习惯用自定函数 你就专门写自定函数 如果你平常用的是 都是一键完成 那你就写Sock 就好了 而且这些 这些也其实没有固定的 我觉得 当然工作里面就是 只要能够 对你的工作效率有提升 有帮助的话 你就用那个方法去做就对了 好 好